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蔡小婉 也遇见了啦 那你怎么说回去啊 我回去了啊 为什么 在跑路 减多少啦 五十万吧 这里那么多喔 老板娘 想让你们牛肉汤变得更好喝吗 遇到我 你的霸王有救了 我是料理医生 北方十六把刀 料理医生 叶子如海 是我的完整外号 所以你住北方喔 桃园 桃园算北方啊 台中以北就算北 歡迎来南方 啊你做煮菜又不幸福 斑豆 自身 口心菜 你不要听过吗 这是人间活食谱呢 他是人家爸 我老公 既然你那天牛肉煮菜 应该你要去乘到全国斑豆比赛 我听起来不简单喔 六十第一名 一百万的将军喔 一百万喔 你那不要我就得冠军 喔 没问题 你祖母 只要拿出我的 比赤区 你那里有饼 就是猪肚里面有一只鸡 鸡里面还有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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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菜是穿的呢 一开始跟这个鸡 放这个鸡鸡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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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是很有意义的 我想要做一齣菜 像我这三十几年相反 都给你带人家 什么意义 你就像学会了一千种的番茄炒蛋 然后呢 你的人生又怎么样 我没在家家你怎么煮菜 你菜煮得比较好吃 不然我大半很疏的人 所以 心人愉快 菜就好吃 白板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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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吹你 这应该是我最后取出菜 你爸的名字 这次一定要叫你娘 没有那个古早的新闻 不是怎么吹古早的味 哦 这个就像热情的商鸡 碰到三月里的小雨 你很会形容